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最緊密的依然是音樂 我很謝謝你們還是支持我的音樂 今天這張專輯是說實話 對我來說 我希望想要用我最赤裸裸的一面 然後用我最真誠最真實的一面面對大家 就是在音樂然後歌詞 因為其實這張專輯如果你們有買 可以透過CD看到 其實它像一個樹洞一樣 然後很直接的穿透我的CD CD裡面其實就是我的十首歌 就是我想要對你們的實話 希望你們會喜歡 而且專輯發行之後成績其實非常好 在KKBOX新歌單曲日榜得到冠軍 My Music新歌單曲週榜也是冠軍 很厲害 有沒有掌聲啊 對 你們人都來了開心一點嗎 對啊 今天那個其實是母親節的當天 那因為希望大家除了跟這個最愛的人 可以跟媽媽說實話之外 其實這個今天唱片公司也準備了一份小禮物要送給你 希望你在音樂路上可以加油 對來 什麼禮物 對 是可怕的嗎 沒有怎麼會恐怖箱是不是 以為是恐怖箱 每次的禁止都不一樣 我們再往這邊搬一點點 因為它會打開 對 再往千娜那邊搬一點點 因為它要打開 對 好 所以我要站這一邊嗎 對 好的 千娜我覺得你可以站那邊然後把它打開 對 來我幫你 來準備喔 來打開這個禮物 一二三 來 這個是千娜的小朋友親手幫你寫的 對 今天母親節說實話 來來你自己唸一下 你說我的小朋友幫我寫的 對 不然誰的我的媽媽 對對對 來 來 來來我幫你 來你要站近一點 你幫我唸了 我幫你唸是不是 來 親愛的媽媽 媽媽你出新CD 每天那麼辛苦宣傳 身體要保重母親節快樂 掌聲 好 另外一個是這個 媽媽為了養我們 你每天那麼辛苦 天啊我都哭了 那麼辛苦的賺錢 身體要照顧好 希望這次你的專輯能大賣 我們永遠愛你 母親節快樂 他怎麼會講出一個商業詞啊 對對對 因為賺錢大賣 可能唱片公司補的啦 好 怎麼樣看到這個 因為其實我早上一起床的時候 我就看到我女兒傳簡訊 還有我兒子傳簡訊 而且說 他其實也是講說 你那麼辛苦賺錢 都是為了我們 對 然後我一定會好好照顧自己 好好念書 然後你不用擔心 你好好的工作這樣 就是覺得 我今天就是充滿活力